有鉴于新型变种新冠病毒Omicron来势汹汹 不止日本、荷兰、丹麦和澳洲再度实施入境限制 对此美国总统拜登也发表演说 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宣布 正在与各州卫生官员合作 以确定Omicron变种病毒是否已在美出现 与此同时各大疫苗制造商也在关注 新冠疫苗对Omicron的有效防护程度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导